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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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在一起太久 我覺得慢慢覺得 她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她以前比較正常 你越來越奇怪 你現在這樣講是嫁給一個不正常的人 就是他很做自己 他以前感覺比較會照顧我 現在越來越退化 什麼都不會 什麼東西都找不到 他陪我去挑婚紗可以在旁邊睡覺 討論討論到後來就突然發現後面怎麼打胡聲 我覺得我脾氣不好都現在他惹 但沒有人會相信我們 所以我們問他一下 我們問他一下 我們在暗中的暗中 聽著音樂全都在 感覺很疲倦 說奇怪 但我不會抱歉 他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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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常帶我出去玩 去哪裡都會想到我 所以我很大方 脾氣很好 會嗎 出去玩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其實喜歡規劃好拿幾個景點 因為我一開始都會先問他說這樣可不可以 他都看完 應該是沒看 然後就說好 OK 等到當天他就會一直亂改我的行程 他之前還問過我說就是 飯店都住不一樣 跟每天都住一樣有什麼差別 當然沒差 因為行李都不大家在收的 所以你當然沒差 這樣好了 沒辦法 沒辦法 我就是想要在你 我就是想要在這裡 你同校不懂 我們在K出中心認識 然後他就買一個八塊錢的聖誕樹 他在K出中心不知道要放到哪裡 跟我借櫃子放聖誕樹 所以這樣才會認識 看八塊錢娶到老婆 算了 你很耐暈耶 你很耐暈耶 我們幾分 好 對對對 應該是說我覺得他平常會讓我很感動 是雖然他看起來就這樣 天天 就是好像什麼事都不在乎 可是有時候他講話就會覺得 他有幫我放在他未來的規劃裡面這樣 其實有 他在我房間講電話太大聲了 我記得他好像在跟朋友討論吧 大概聽到一點點 然後就想他怎麼辦 我要假裝睡覺沒聽到嘛 就是可能知道會有這件事發生 那也不知道日期 因為我們前面是在禮拜五 暴動民宿就是大家都請假 然後先去補職 再請他朋友帶他過來 那天是朋友他們約我說要去宜蘭 很堅持說他是用搖機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去宜蘭吃這東西 有點奇怪 到了那個民宿之後 看到我很多朋友還有他的朋友 願意為了我請假 或者是早點到那邊幫忙佈置這樣 然後就覺得很感動 他雖然很奇怪 但是呢 他看事情的角度跟我比較不一樣 會讓我用更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 或者是思考一些我原本沒有想過的事情 蠻喜歡他看一件很奇怪的小知識 然後跟我分享 雖然說好像對我生活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幫助 但我會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跟他在一起不會覺得很無聊 大學的時候我有去加拿大 結果第二天他自己就飛來加拿大找我 那時候看到他就很感動 以前大學生也沒這麼簽 每天一直也不知道幹嘛 然後就一直會有抹擦 然後後來我們去養了兔子之後 就兩個比較有一個 共同目標的感覺 謝謝你陪我這10年的那個人生 然後我們也要準備進入人生下一個階段 希望你還能繼續包容我 不要輕易的放棄我們這段的感覺 對我好一點啊